今日塞尔维亚vs巴西巴西平就晋级6月28日,两点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交点战,巴西对阵塞尔维亚,由于此前战季积分,巴西至少打平塞尔维亚才能晋级,而塞尔维亚必须拿下巴西才能晋级,那么巴西对阵塞尔维亚谁的实力比较强厉害? 交通历史,塞尔维亚vs巴西盘口,推荐两队在历史上交战过19场,巴西对是胜七平二负占据绝对优势,近37球失23球,其中两队在世界杯历史上交战4场,巴西对一胜两平一负,与对手平分秋色,近4球失3球,其中两队在友谊在历史上交战过15场,巴西对9胜五平一负占据绝对优势, 接33球失20球,塞尔维亚基本面,塞尔维亚状态比较稳定,十场高水平的市域赛取得6胜3平一负,而两场小组赛一胜一负,且长场进球,攻击力非常出色, 近18场比赛17场进球,本届世界杯虽然每场只进一球,但对手为大巴队哥斯达里加,以及防守齐加的瑞士,进攻含尽量还是很足,整体表现不算差, 作为本届世界杯平均身高最高的球队,186.7厘米,塞尔维亚的投球进攻相当厉害,但是中锋米特罗维奇把握能力一般,如果能够为队友多做一些助攻,进攻威胁会更大, 不出意外的话,塞尔维亚不会在巴西队面前绣脚法,高球将是塞尔维亚主要进攻手段,巴西队基本面,巴西卸排名世界第二,状态稳定,近22场比赛取得17胜4平一负, 两场世界杯先是面对世界第五的瑞士,打成平局,但综合裁判和对手硬实力因素来说,也算正常, 而之后面对大巴队哥斯达里加坚持进攻,中场前连入两球,实现穿盘,士气大震,目前小组赛一升一平,暂居小组第一,对比本场对手,巴西防空能力有所欠缺, 首场面对人高马大的瑞士,便被对手打入半平的投球,而本场塞尔维亚平均身高1.86,为参赛队最高,且投球水平也不低, 另外球队目前还有不少的问题需要解决,首先球队还不够团结,上一场比赛内马尔批评老队长席尔拉,后者公开表示很难过, 其次,面对瑞士的高位逼强,哥斯达里加的密集防守时,巴西队的进攻都不甚理想, 在首轮比赛与瑞士占平后,巴西本届世界杯,也遭到了很多的质疑,但第二轮的比赛,面对顽强弹和斯达里加, 他们在最后普世阶段冲破了瓶颈,连入两球杀死了比赛,内马尔激动的眼泪,足以说明了巴西队的目标, 本场比赛,他们只需打平便可成功出现,但面对即将输死一搏的塞尔维亚,放松警惕绝对是一个愚蠢至极的决定, 所以桑巴军团仍然需要全力迎战,本场推荐,付,让评比分推荐,1比1,1比2进球数,3,4球爽哥每天都会给大家带来推荐参考, 想回血的朋友请关注私信我,不收费不卖料。